好像玻璃珠子用照相的时候 它的颜色也没有看出来 所以我这个自己画过的时候 你会比这个照相好一点 那么你刚才我讲我画上千以上的这个图 白天早上到学校去 有时要上课 下午呢我把标本借出来就画草图 草图画完了以后嘛 回家要整理 这个继续大概有三四年之多 我差不多天然是这么做 精通多样语言的陈奇路 走遍台湾的山间田野 他用喜欢记录看得见的东西 这样的情怀 专注于当时还属于台湾新兴学科的 人类学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 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 那个时候早上要到做田野的时候呢 都要很早就出去 从屏东要上到马斯万 大概四五个钟头 都是跑山 我想现在很快的都用车子 那时候我们都用跑路的 我在屏东做调查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一直做了好几年 那么都是利用这个在学校里面有空就寒假输假的时候 这样子散散的 所以蛮辛苦的 现在想起来也蛮有味道的 跟陈县做田野 我想有几个 我们学到几个很特别的东西 第一个呢 我们直接的跟当地的原住民做深入的访谈 因为他懂得日文 那那个时候 我访问的主持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了 这些人呢 他们都会对我 所以陈县呢 他试上可以直接翻译 陈县很严格的 把田野工作和旅游隔开来 绝对不容许跟传商原住民的衣服去拍照啊 从助教做起 陈其露边学边教边著作 1951年 他前往美国墨西哥大学研究 1963年 又到英国伦敦大学在深造 1966年 获得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他充沛的研究活力 让后近晚辈印象深刻 陈老师很会画图 他每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喜欢在黑板上面 画一些织布的东西啦 或者义文化的一些器物 所以听起来觉得很有趣 这个我想可能是 我对人类学 还有一点那种特殊的兴趣的一个开始 那陈老师其实很 很会讲故事 因为以前不太有机会看到那么多国外的民族文化的一些消息 现在资讯比较发达 那时候大概就是 完全新奇的第一次接触到 听到美洲印第安人啦 听到这些大洋洲的人啦 所以感觉感觉很特别 就从高中到大学整个好像知识的视野开阔了好多的感觉 艺术生活化 所以我觉得像他对他的这个衣着也是蛮讲究的 在我们当时觉得老师很时髦 他对学生就是很好 你要去他家什么 他都是很热忱的招待 老师跟师母都是很热情的人 他们那种表达方式是 你知道他热情 不过他其实是蛮含蓄的那种表达方式 陈老师其实自己本身很有艺术的品味 而且他喜欢艺术 所以喜欢邀学生一起去看画展 或者是一起参加一些文化活动 各仔细拉这些东西 所以跟陈其路老师这样跑来跑去 有的时候去接触很多 以前不会知道的一些 艺文活动的一些讯息 他自己专门是在台湾原始艺术 他同时觉得这个汉人的文化 汉人的艺术也很重要 我们可以开始研究 我们自己身边的那种汉人的这种文化 像歌仔戏 歌仔戏我们一般会觉得 他在戏剧里面应该不是那么 像平剧那种更深一等 可是他觉得有研究的必要 因为怎么让我们知道 比如说歌仔戏 怎么跟这个生活结合在一起 陈其路老师在台湾光复以后 对这个台湾原住民的研究 最早开始的一个主要的研究者 后来这个物质文化研究 在陈其路老师不在学校教书以后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物质文化研究比较没落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 能留下很多对这些资料的整理 对这些资料的一些基础研究工作 那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关于早期台湾原住民的雕刻 我想都要看陈主委当时的记录 现在是最珍贵的 而且也是最完全的 那么同时呢 我想他也是第一个把台湾原住民 因为他的英文也很好 然后有系统的介绍给国外 他就是曾经主持一个台湾研究研讨会 他都是颇费周章的来安排地点 请人来参与了 随作报告了 然后记录了 都是他费心费力 甚至有时候要淘妖包来做这些事 但是他那个时候 在台湾还是保守那样的状况之下 确实是做了一个开先锋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然老师当时对整个台湾研究 或者说本土学术的推展 他是功不可没的 在学术界担任过台大人类学系系主任 台大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资历丰富的陈其璐 于1978年被延览入阁开始从政 他开阔的国际视野 和着重扎根的做事态度 深刻影响了台湾的文化环境 他一开始就是以他 作为人类学家的文化的素养 来策划文件会 应该怎么样把真正的精致文化的层面 传递到整个社会去 使他都市乡村都能够有平衡的发展 那么他在文化资产的保存上面 在各种文化的设置上面 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观念 推广出去 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化的发展上面 是很少见的 他开会其实还是像学者 他讲他的观念 讲一些他的经验 讲一些他国外的事情 他的这样的态度 是学者从政 所以他从来不凶的 从来不发脾气的 他是用学者的态度 自然而然的影响那些文官 用他们的行政经验 在帮忙 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经验 当时整个台湾的社会 国家都没有古迹保存关联 陈启炉陈教授 负起古迹保存的责任 所以在当时的古迹保存 简单的来说就是抢救 那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 澎湖马公天后宫 他那个时候做政务委员 他在行政院院会 看到了当时的沈主席林阳港 就对他讲 澎湖天后宫这个要救下来 现在已经那个破土典礼了 我亲眼看到天后宫前面 扎了一根那个方方的木桩 上面写了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什么时辰要拆掉 林阳港就打电话到澎湖 让已经破了土的天后宫抢救下来 那至于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了 那在建影时期呢 其实台湾的本土的文化呢 是有时候是不太容易被突出 所以他那时候我记得 就有一个明清书画展 其实是就是台湾书画展 可是那时候就是 就是在名词上 或者是在这个title上 都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不同的定位 可是即使在这种局限下 陈主委他还是做了蛮多 对整个台湾本土意识的 推动有关的这种文化政策方向 这个曾经在行政院的宴会里面 混斗的办事 陈先生也曾经为这个案子 递了辞城 当时的气氛 明清时代台湾书画 他们说台湾哪来书画 当你这个时候要把他提出说 台湾书画好像另外一个资脉 那大家觉得很受摇汉的 但陈先生在宴会上坚持 后来孙宴长也同意这个名称 陈先生就希望把他发展成为 一个国际间的巡回 到欧洲去 到比利时去 那我想到今天 我们的国庆日 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尿尿小童 他是穿我们的传统 他本身爱书画 写得很好 但这种情形 其实他张扬的不是他的书画 他关心的是说 这种传统文化的思维 是大时代的现实 大家都用颜值笔 眼看着他 好像很无可奈何的老去 所以他就想到 可能是工具 不方便 所以我们做过 文皇寺宝的改良研究 委托中心大学 森林系 来做纸的开花 那也委托 背风堂 做毛笔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陈先生在这方面 做的事物上面 是一种扎根的工作 做人就是一板一眼 跟他做写问也是一样 就是非常的震惊八百的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主委到大陆访问回来以后 大概因为旅途很劳累 就病倒了 有邻居看着怕他站不住 所以就是说两个人架着他 就送到医院去了 很不巧的 正好因为社区在抗争嘛 就被照相照下来了 第二天呢 就登到这个报纸很大一板 主委第二天 在台大医院的时候 醒来 看了报纸 他问我说 我昨天怎么没有打领带 所以我觉得主委就是说 对这个穿着那些呢 都非常的就是说 很拘谨 从他的座右鸣 胜毒折散的有关系 他一直在自我 其实 八十以后我想是最好 必有我这个时间 写写字了 这个画画画了 那么幸亏我还对这方面有点兴趣 珍惜人生机缘 重视学习乐趣的陈其璐 即便阅历丰硕 有人为他力转出书 但他依旧谦虚地 回应了八十岁之后的人生方向 不改千千君子 非以字幕的人格特质 随时呈怀观到自我期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